野蛮女友咬掉耳朵 狗狗抢着吃掉 45岁的酒吧厨师维恩曼 可能是英国最倒霉的寿星 他的耳朵被咬掉了一大块 洞口行凶的是他的野蛮女友汤普森 还有这一只一脸无辜的共犯狗狗 千年底他生日当天 女友到酒吧找他 女友猛罐啤酒 看到女酒保请他喝酒庆生 木火中烧 当场在酒吧里发起飙来 最后被酒吧老板赶出门 返回公寓后 女友怒气未消继续痛殴他 甚至发起狠来 一口咬下他卓尔一块肉 朝地上一吐 没想到狗狗就这么一张口 给吃掉了 当地法院上周五 判证明野蛮女友18个月徒刑 好好一个生日 却搞到耳朵扫一块 维安曼庆幸自己 终于能摆脱野蛮女友 哦还有这只狗 动新闻 这新闻是用来吓情人的吧 报导 这只能够的一口咬下来吓情人的吧 这只能够的一口咬下来吓情人的吧